有没有想过 人身上哪一个关节最为灵活呢 就是它 手腕 腕关节 腕关节几乎可以做任何方向的运动 它可以上下 可以左右 也可以旋转 正反方向都可以 当我们拿起一支毛笔 开始书写的时候 我们希望笔封底下的线条 产生千变万化的姿态 那就要利用手腕的灵活性去运臂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手腕的功能 刚才讲到 最常用的 就是三种 上下 左右 旋转 手腕上下 可以调节支笔的姿势 使支笔呢 更舒服 手腕上下动作 中心位置 中心位置是放平 即平腕 往下是压腕 往上 通常称为树掌 如果你是坐着写字 或者站着 但所写的字 距离很近 这时 手腕向上 掌心向前 称为树掌 树掌可使毛笔 更容易保持正风 正风 就是四面对寸 上一堂课 已经讲过了 要注意树掌时候 手背 这一条线 还是有一些倾斜的 有人主张 要尽量树掌 最好手背 都要垂直 理由 是这样可以把筋 抽紧 加大力量 但是 你试一试就知道 树掌太直 是不舒服的 上一堂课讲到 支笔 令其原唱 物始 居然 树掌太直 就会居然 而且会把 笔杆 贴近掌心 搞到掌心 都死了 如果你站着 桌面很低 写着位置 距离很远 这时就要手臂向前伸出 手腕可以放平 时掌心下腹 又称平腕 晚清 有位画家 吴有卢 城市上还 很著名的 点石灾画报的 竹笔 这是 吴有卢的作品 画一位妇女 站立 附身写字 手伸出很远 请注意 她的手腕 是放平的 这是 最自然的姿势 上次 也讲到 如果 纸张 是斜字的 毛笔 也要斜过来 以保持 垂直纸面 这时候 手腕 也要跟着 上下调接 以找出最舒适 自然的角度 平腕 写大字时 特别有用 有一种 大号的毛笔 就称为 叫抓笔 或者金抓 用平腕 挥写 不易 竖章 第二 手腕 左右 这是书写 最重要的动作 又称为 摇腕 几乎所有的点画 都可以用 摇腕 写出来 所以 要给予 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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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腕有三个基本位置 这就是 左 中 右 请你记住 中心位置 就是中 就是正风 没有中 没有中 就没有偏 没有正 就没有侧 无论手腕 怎么摇动 左右 是暂时的 正风 是根本的 在你摇腕之后 都必须 回到 正风位置 你看 这条线 平直到 一点变化 也没有 非常呆板 传说 王羽之说过 书法 最怕 直过 就是平托 假如你去 做心电图 仪表上 显示 这条线 那就糟糕了 那就表示 生命 结束了 这是 死板的线条 那怎么办呢 线条要活 只要善于用完 线条就活起来了 你看 这条线 就好看了 它有优雅的弯曲 假如我们不计 头尾的动作 只看它中间一段 手腕 一右一左 动了一次 就这样 简单的 用完一次 线条 马上就好看了 再来 这条线 更活了 因为它的中段 手腕 动了两次 我们说 手腕 两次来回 右左 右左 所以线条 呈现出 波浪形 你看 文真明 写的这个四字 每一笔 每一笔 都动了手腕 所以 线条 不断的变化 尤其是 中间那根 最长的一横 手腕 两次来回 线条 起伏 好像灌输了 生命 如果我把 这个线条 改成直线 生命力 立即消失 变成 呆字 死板的线条了 宋朝 大画家 马远 画过 各地的水波 这张是 和风吹拂之下的 同庭水波 这水波 是怎样画的呢 就是灵活的 运用手腕 一左 一右 画出来的 第三 手腕旋转 不用多说 大家都明白 这是写 圆弧线条使用的 手腕旋转 有正 反 两个方向 平时 要多 转转手腕 有关肌肉 用多了 就会灵活 圆形 写起来 比直线难 形太多 在书法中 圆形 是左半圆弧 和右半圆弧的 合成 关于圆的写法 今后 还要详细讲 现在我们知道了 说法中 运比 是靠 手腕 实现的 所以 就有了这样一个名称 腕运 你注意看我的写字动作 其实就是手腕来来回回 每一左一右 称为一个来回 因为向左或者向右时 毛笔 笔杆 是倾倒的 回到中间 又恢复 垂直 所以历史上 又称为叫 祈祷 祈祷一次 就是来回 一次 这是草述课程 给学生的练习题 我做示范 写的是 每不胜收 四个字 草述课程 像这样的练习很多 主要就是 要发挥 手腕的作用 左右 和祈祷 宋代姜葵 叙述谱 总结了 用笔的原则 大抵药 折之越紧 运之越活 不可 以子运笔 当 以万运笔 折之 在手 手不阻运 运之 在万 万不阻值 把支笔 把支笔和运笔 清晰的分工 被后事 奉为 金科玉律 神运笔 神运墨先生 阐运输说 我们明白 支笔 支笔 是手指的 支笔 运笔 是手腕 的支 支 两者 必须 很好地 互相 结合起来 才能完成 用笔的任务 好 书说 上万和下万 什么叫上万和下万呢 这是古人 对运万的阐述 明代风访 书觉说 万者 走内自弯 赏 死掌窃 为 由此而赏之间也 下 戏架窃 为 由此而下之掌也 要注意 风访 所说的万 不是指 弯节 而是将 整个手臂 分为两段 以万 为分界点 赏万的赏 他认为 发音 为 死掌窃 就是 赏 跟 私印 平 赏 去 入的 赏 一样 好像 一经 云 赏 于天 不念 云 上 于天 这 应当 注意 但我建议 简单点 以 关节 来区分 书法用笔 主要运用 腕关节 这是下腕 往上是走关节 再往上 就是肩关节 统称上腕 意思 是手腕上面的 关节 风房又说 不高 就是张旭 鲁公 就是眼曾轻 接言 大字 运上腕 为 精尺 以赏眼 小字 运下腕 为 精寸 以内眼 照 我的说法 写小字 只要动 下腕 关节 也就是 手腕 写大字 上腕 走关节 甚至肩关节 也要动 就是三个关节 都要用到 无论大字 小字 手腕 是一定要动的 如果你想身一成 手腕要灵活 就不能有东西 阻碍 阻碍它 像 右面 这个图 手腕 是悬在 空中的 左面 这张图 手腕 是 粘贴在 字面上 结果 运笔 就必然 不方便 但 问题是 手腕 悬起来 要悬 悬 多高呢 悬 多高才好呢 很简单 只要悬 就达到了 手腕 灵活的目的 低一点 和高一点 作用 是一样的 沈尹默先生书法论说 万却只要离岸面 一子高低就行 甚至再低一些也无妨 因此提笔不必过高 过高了突然多废弃力 与用笔不会增加多少好处 或许应吃力而凡有坏处 这个玄丸究竟应该多高呢 照沈尹默先生所说的 一手指 那也就是你把左手放在下面 右手放在他上面 然后拿走左手 这个高度已经够了 沈老又说 甚至更低一些也可以 照那个封房的说法 就是三两分都可以 那么三两分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比如说这本很薄的书 很薄的书 那么你把它拿走 这么低也可以了 甚至 你放一张纸 当你摇碗的时候 这一张纸可以抽动 那也就是选起来了 沈先生又说 写字和打太极拳 有相通的地方 打拳时 要松肩垂走 运笔时 要抬走松肩 若不松肩 拳臂 就会受到牵制 不能灵活往来 提笔过高 拳臂 一定也要抬高 臂走 抬高 肩臂 怂起 关节 紧接 运用起来 自然就 不够灵活了 松肩 是很重要的经验 大家 要记得这些话 如果你现在买一台新电脑 往往就有一份说明书 教你安全使用电脑 避免电脑肩 滑鼠手 这样的毛病 像 图上这个人 两手悬在空中打字 很快 就会引起 肩颈肌肉 疲劳 僵硬 酸痛 应该把手腕 放在桌子上 或者 找个软垫 垫住 书法家的手臂 也是肉做的 不是贴打的 安全 最重要 写小字 只需 动下腕 这时候就可以 用 提腕法 提腕法 就是 小臂 和桌子 有一个 结束点 但手腕 是悬在空中 离开紙面的 文房用品中 有一个常见的器具 叫做 闭歌 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 物料 也多种多样 闭歌 就是写字时 用来搁 手臂的 这是 整腕 汉林要绝说 整腕 以左手 整 右手腕 这样 左手等于一个 活动的桌面 活动的壁歌 可高可低 可前可后 而右手 有所依托 不至于 正战 在用毛笔的时代 前辈 是怎样 支笔的呢 请注意 他们手腕的高低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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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